台中下午有一场是敞篷车的聚会 拒绝了超过50多台的敞篷跑车 各种经典款式是让民众都看得目不转睛 其中更有一台车身是贴满了水钻的闪亮跑车 不但要花7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贴好 水钻跟车子本身的价格加起来就超过了1000万元 身材交好的美女配上敞篷跑车 民众拿出相机来不断的拍照 放眼望去全场超过50台都是敞篷车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车展而是敞篷车具 一款款经典的敞篷车价总价超过了1亿2000万 但其中最吸引民众目光的还是这一台神闪亮亮 贴满水钻的宾式敞篷车 贴一台车的话差不多大概7个月 然后差不多有十几万颗的苏瓦若氏体水晶 然后就是贴钻的话光钻就差不多五六百万 再加上敞篷车本身的价格 全部超过了1300万 甘愿砸下大钱其实就是为了宣传 车主是一间水钻店的老板 开出去不但会有广告的效用 更可以靠着闪亮的外表替活动宣传炒热气氛 不借一些婚女车当前倒车这样 价钱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三个小时三万块钱 他这么多钱买一台车 就喜欢而已啊 还蛮多人会注目的 敞篷车开在路上虽然好看 但是维修和保养的费用也少不了 就像这台闪亮的水钻车 开在路上要更加小心 因为如果一不小心擦撞到 损失更是无法估计 就像这台闪亮的水钻车